我国从这个月7号开始缩短入境减一天数 随着疫情趋缓外界也关心什么时候会再放宽 指挥官陈时中松口接下来的确有7天5天3天的 渐进式松绑规划 最快一个月后也拟将减一天数从10天再缩短到7天 有旅游业者提出未来来台湾观光应该采取旅翼分离 也就是先让旅客在机场做落地裁剪 一旦验出阳性就立刻隔离 阴性则是能免检疫团进团出走行程 不过陈时中坦言这很难一刀切开 要开放入境旅游还太早 拉着行李商大逛新门丁台北101商圈 再到士林夜市吃美食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国外观光客就要重回台湾了吗 指挥官陈时中松口重启边境的政策是采旅游泡泡先行 以及753天的渐进式开放 预计再过一个多月就会将入境减一天数缩短到7天 而旅游业者也提出开放观光时应该采取旅翼分离 让旅客先在机场落地裁剪 阳性的话就直接送集中检疫所或加强型防疫旅馆隔离 但如果验出阴性就可以不用检疫直接走行程 把染疫旅客跟一般旅客彻底分开 行程的规划当中就是尽量以团进团出闭门 与国人多次的一个接触 如果要入境之后有染疫防疫旅馆的费用 就必须要来自行负责 大约多个30至50%左右 以至说采捡阴性的观光客就可以直接在台旅游 不过要全程团进团出 但也被直观点出在与病毒共存后 旅游跟染疫很难一刀切开 要开放入境旅游还太早 毕竟从防疫来看 光是把检疫天数缩短到7天 就可能会漏放3.5%的阳性个案 如果缩短到5天则是会漏掉两成 挑战就开始了 清零拖得越久 我们就越难跟别的国家一样 达到跟变异族的共存 这个其实都会有风险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解封 免得说像香港栽来一个大跟斗 想要吸引国王客就得要有一定程度的 缩短检疫甚至是免检疫诱因 但如何兼顾国内防疫 也得权衡利弊得失 这边今天国内特别总 国际能源价格飙升 带动电价上涨 国营企业快挡不住成本压力 传出原本眼里继续动涨的电价 将从4月起小幅调涨 涨幅最高达到3% 但是怕会影响市籍小民 小店家生意难做 调涨的对象将针对用电大户 尤其是出口导向制造业 电价上涨也引发了工商界的反弹 另外昨天宣布辞去 工总理事长的台速董座王文渊 虽然表示他是对工总 发出303新闻稿不满 但又有一说是因为经济部施压 对此行政院长苏敦昌表示 说王美花施压 这是太小看王文渊的行情 国际能源价格飙升 原油持续在每桶 100美元上下动荡 带动全球原物料涨 台湾也深受影响 台电中油不堪亏损 年七个月电价动涨恐怕逮中断 传出四月起将上涨3% 电价审议委员会 也有讨论到国际的原料的 这个上涨的情形 国内的这个物价的波动 照顾民生的这个原则 也会纳入考量 避免物价波动 国内通膨更严重 传出这波调涨 排除食品等民生工业 小店家幸免 先涨用电大户 尤其是半导体电子 钢铁石化等出口导向制造业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工商界反弹 调涨后电价最高来到 每度2.7元 也就是月用千度以上大户 涨78元 虽然是小福调涨 但后续效应对国内产业冲击大 当然也包括台塑企业 董事长王文渊刨震撼 但慈公总理事长 传出出了不满公总发出的 303停电新闻稿外 主要原因是经济部施压 他一向就是论事 说政府可以对他施压 说王美花对他施压 这是太小看了 王文渊董事长的行情 在稳定电价与反应成本间拔河 要对市井小民的冲击 降到水滴 记者李前面李和荣台北报道 民传消息来看到 全台闹蛋荒 农委会为了鼓励蛋农产蛋 祭出2加3奖励 除了产地价涨量元 蛋农还可以获得 产蛋奖励金 每台金3元 补助到今天 回归市场机制 由于鸡蛋供应量也增加 因此市场批发价 每金涨量元 零售价从45元变成47元 创下历史新购 现在扶价比较少要早一点来 是喔 现在已经很少了 是还要多早 明明8点不到 民众到市场买鸡蛋就铺了个空 鸡蛋早就被抢购一空 老板涨价的牌子都还来不及 挂上去 涨2块 原本是15只 然后现在47 鸡蛋涨价也买不到 有人改买鸭蛋 连鸭蛋也涨 来看看价钱 鸡蛋零售价 一斤45元 涨到47元 产地价一斤36.5元 也要涨到38.5元 市场批发价 产地价纷纷创下历史新高 全台闹蛋荒 农委会为鼓励 蛋农产蛋寄出2加3奖励 除产地价涨2元 蛋农还可以获得产蛋奖励金 每台金3元 补助15日到期 蛋价立刻涨2块 但这样还是要蛋农 吞下1元价差成本 蛋农好无奈 农委会统计市场需要12万箱鸡蛋 目前10万多箱 蛋农希望回归市场机制 也希望饲料不要再涨 否则因为缺鸡 鸡蛋要恢复正常供应 可能还要明年 记者中部组合报道 近来原物料成本持续飙高 服务业也面临成本高涨 根据统计 有54%的企业 表示会调升商品售价 另外有30%的企业 选择自行吸收涨幅 随着疫情逐渐解封 服务业不只有物价的问题要面对 还面临了人才慌 因为民众在疫情趋缓之后 消费力大增 服务业人才需求量变大 现在有94%的服务业 都有征裁需求 穿着雨衣打扫 做起居家清洁 转行家事服务员的陈先生 终于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因为在这之前的他原本在餐饮业服务 受到疫情逐渐解封的影响 餐厅工作量大增让他吃不消 工作量变多就是因为疫情逐渐解封 也让服务业顾客量大回温 根据统计已经有52%的服务业 回到疫情前的荣景 也因为工作量增加工作机会多了22% 超过9成5的业者需要找正职人员 6成5需要找工读生 总计有94%的服务业都有增裁需求 不过当中又超过5成8是为了填补疫情期间流失的人才 而现在服务业不只面临人才慌 还碰到原物料上涨的双面夹击 我们的牛基本上都是美国牛居多 2、30块 还是会想要转型 比方说转做这个像是跟线上购物平台合作 又或者是做外送平台 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个转型 而不是说在人力上面有做减少 传业复苏了但原物料等成本上涨 有54%的企业表示会调升商品售价 另外有30%的企业则选择自行吸收 涨幅 疫情逐渐解封后 反而有不同课题需要面对 记者总报道